高壓氧我們在臨床上的一些適應症就是像有一些糖尿病的傷口 或者是說我們一些中風的病的腦部缺氧 或者是說一氧化碳中毒、減壓症 那這部分高壓氧都是一個很好的輔助治療 它的基準就傷口來講 那主要是說讓我們的缺氧的組織氧分壓可以增加 那這樣子的話它可以讓就是組織的氧分度增加之後 它可以增加組織的一個修復 那另外呢就是可以讓我們的中性白血球的活性是增強的 所以它在那個跟細菌的對抗上面 它也有很好的幫助 那另外呢就是它可以刺激我們的肉芽組織增生 所以在上後的修復上是有很好的幫助